喔!漂亮喔! 哇喔! 不錯耶!有點想買耶 這個的作用呢 就是很多國外的選手 他會把它纏在他的中指 或者是無名指的部分 真的很薄 而且 很炫 各位豬豐 大家好 今天邀請了好久不見的阿寬 跟我來測試一些有趣的東西 我要測試什麼東西 這個是拇指 哇! 哇耶! 第一次看到這種只有一頸 以前我年輕的時候 我看到的是這裡有一個綁帶 然後連接到大拇指的 喔對 對 很像那個撞球架桿的那個 有點像 對撞球的時候就是有時候 就是有的人 手比較粗 對 比較澀 他沒有辦法很好的浴竿 所以他就戴著這個 像是手套的東西可以幫助他 那保齡球呢 其實也有類似的產品 那你也沒用過 我也沒用過 好 我們來用用看 看看 戴上紙襪的效果會怎麼樣 來 一人一個 跟撞球的那個 而且是Brown Swig 所以Brown Swig是在內側還是在外側 我覺得應該是外側吧 對 我也覺得應該是外側 對 我也覺得應該是外側 而且 Brown Swig其實有做撞球桌 喔 所以這會不會是撞球的 賣不完 賣不完 剪一截 那來賣保齡球 那你不肯喔 沒有 開玩笑的 好 好 那我們戴上之後 就來試試看 打起來會不會怎麼樣 GO GO 戴上囉 好 直接來耶 對 因為我們要跟觀眾站在同一陣線 就是我們是消費者 買了之後第一球會怎麼樣 不知道 所以你先 我看戲 使用前 就是要小心 我覺得他滿滑的 針對那種出走很不順的 很會卡球的 但我覺得他會增加釣球的風險 小力一點小力一點 喔 出走順到有點就是 太順 太順 抓不住的感覺 我應該還好 因為我的洞滿緊的 喔對 洞緊是沒問題 試試看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你變強耶 變強了 順喔 順耶 對 其實 剛剛有點覺得他滑 想要抓他 都抓不住 對 所以他有點強制出手 強制 就是用在教練刻畫 還不錯 對 對 不錯耶 有點想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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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上次的健身手套之後 現在賣新的紙襪 紙襪 對啊 真的很不錯耶 喔 斷掉 但是 釣球的時機就是 還不錯 對 對不對 其實好像比我原本出手漂亮 對 很不錯耶 因為我們 需求就是 大拇指先離開 然後 其實 老人就都是這樣 他就是強迫你 大拇指先離開 對 很適合那種 拍名不對 對 就是 很容易感受不到 時間差的人 對 非常容易感受到 有的人感覺說 三隻手指頭 一起往前出 三隻齊放 那就不太容易 給球旋轉 對 強制讓大拇指脫手 他就會比較容易 轉起來 我以為人家脫了耶 喔 這個就有點太害怕 他會掉 對啊 脫出來了 已經掉了 掉一半了 這跟有的襪子 他會留下來 要把襪子穿好 喔漂亮喔 不錯不錯 買了喔 買了 團購團購開起來 團購 你要做特製版的嗎 做一個 做一個小人 你說你之前看到的那種 是 在指腹內 那邊是皮 那邊是布 增加摩擦力 對 所以作用不一樣 而且它 因為它是皮了 所以你的洞要鑽大 喔 謝謝 襪子又留下來 其實它有分尺寸 它有L跟XL 我的 那你的是 XL 不是啦 這個比較小 這個是L的 對 所以我應該用XL 可是你掉了耶 你是不是很棒 很棒 哈哈哈哈 拍個水準 其實我不需要那麼大 哈哈 喔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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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氣不錯 今天你如果碰到那個球技很好 講運氣不錯 都是謙虛 都是那個 真的運氣好 哈哈哈哈 可惜了 我也想要回來說一下運氣好 結果 運氣沒有很好 運氣沒有很好 結果 運氣沒有很好 最後一球怎麼辦 你來 你來 想不到我們四兄弟 合體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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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打了 已經破200了 對已經破200 其實這球 我看得懂 這球 你有故意要秀弧度 所以有把路線多拉了一下 對啊 那個弧度大也不一定會踹 對啊 弧度大 能量就會差一點點 所以這球看得出來 就是能量比較多在耗在轉換 欸 居然我們師兄弟戴著這個拇指襪 居然完成了一個 clean game 還不錯耶 還好突破200分 但是你有看過那個國外選手 他怎麼可以在這裡 喔 所以你在考我說我支付上那個東西 對不對 對啊 欸 欸 MOTHER TAP 嘿嘿嘿嘿 我以為你說什麼 喔沒有 這個是 對對對 這個品牌就叫做MOTHER TAP 好 OK 這個的作用呢 就是很多國外的選手 他會把它纏在他的 中指 或者是無名指的部分 作用就是 不知道 我們試試看喔 好 據說 直的嗎 是一圈半 橫的直接 對 直接橫的一圈半 啊 這個我知道 我覺得在體驗的時候 這個練習量比較大 對 然後就是指關節會痛 殘在關節處 關節的地方 喔 好 那我試試看 喔 我感覺我力量被分 這是 那種能量手環 要拿到冰水來測試嗎 哇 我的洞 對 如果你要聽到這裡 你這個紙套 對 所以 如果你是需要把這個 放進洞裡面的話 你的紙套可能要 調整一下 其實換紙套也不難 有沒有 力量倍增 力量倍增 對不對 所以穿越 其實我沒有覺得什麼顯著的差異 就 洞的讓人有被調整到 對啊 但是我覺得如果那個 你會痛的話 喔 就是可能已經有受傷了 就可能想不痛了 你帶護膝 對啊 就反而更熱 其實我們這個護具還有一個功用 就是除了保護之外 還有這個限制 就是它要限制你的活動範圍 對 在安全的範圍內 呵呵呵 就是看你綁緊嘛 如果像我們綁這樣 它就一定是標明不要太晚 嗯 對啊 我感覺是不錯 感覺不錯 對 感覺不錯是怎麼樣的感覺不錯 是 手比較舒服 就是你會覺得包覆性很強 喔 對 因為我之前紙套比較大嘛 喔 對對對 換紙套又貴嘛 那這個貼這個可能就消掉了 而且紙套其實它消耗的 沒錯 你消耗的你越用 一直磨它會越來越大 欸其實有道理耶 所以如果我們需要換紙套的時候 如果你有選擇要用這個的話 你可以纏好這個再去套量你要的紙套 那這樣的話 如果你的紙套稍有磨損 你可以把它纏多一點點 那你的紙套就可以隨時 維持著很飽滿的行李 對對對 除了包覆性之外 你覺得對於你說的這個關節 你知道他們舉動有一個就是 腰帶 喔 對 對 那其實它也沒受傷 但是它這裡就可以幫助用力 你可以撐著 對 就像你剛剛講的 它是一個固定跟限制 讓你的身體不會超過那一個 危險的範圍 它可能會 用力過猛的時候會受傷 這其實還蠻好用的 所以這是保齡球專用的嗎 其實不是耶 這個是廣泛運用在各項運動上面的 一種風帶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保齡球專用的 有 保齡球專用的 FICE FICE 這個也是貼在手上面的 好像摩擦力 據說 有很大的摩擦力 剛剛摸起來還好 有 以前有看過 因為它這個可能是有一點厚度 它差到洞裡面 好 它一定會緊緊的吸住 真的嗎 對 我非常期待喔 感覺就是 一樣的假皮 對好像是假皮的那種概念 我們試試看 後面有格子 然後你就看一下你的手指大概怎麼看 一般像我都是剪 我是特加剪法 就是剪兩顆 夠用就好 夠用就好 對 有些人會直接貼到第二關節上面 你只要貼大拇指 阿 你只要貼大拇指喔 這個應該是貼前面吧 前兩指然後這裡喔 換你貼大拇指我貼前面阿 從指甲開始 因為指甲是最黏 它不會流汗 然後稍微彈性 有彈性 對有彈性 然後稍微彈著關節拉 對 然後這裡 要把繃帶類的東西貼在手上面呢 最好就是可以先用酒精 把手噴一下 然後我印象中 我好像有看過人家 把它這樣包起來 有有有有 有有有 就是日本的職業女子 粉紅聯盟 粉紅聯盟 喔 觸感很好耶 你有沒有摸到 有有有 Q彈Q彈的 喔好讚喔 用一次就愛上了 我本來以為它好像看起來硬硬的 不是神硬的 是真的看起來好像硬硬的 好冷 我剛剛這是亂剪的 其實我看過那些職業選手 他們是會在中間這邊 剪一個三角形 好 比較一下 手對面 這有缺角的 包覆性就好很多 這個沒有缺角的 就有點翹翹的 好 我們試試看 我們第一集 這繁華的感受很不錯 它確實是很繁華 繁華 繁華 你等一下用你的車 真的是有一點流浪老近大觀音 都不知道有這麼多東西 看人家貼好像都類似 欸 我剛剛纏那個太緊 我這個 很好 對 大小比較薄 而且可以拉 有有差耶 雖然沒有感覺有什麼特別黏 但是我出去的時候 那一下我覺得比較確實 真的 喔好久 很紮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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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滾珠宮點讚 就差你一個 訂閱鼓滾珠宮 拉近你與300分的距離 哇 因為這個很薄 然後我發覺我這個沒有填滿 我試試看 你想要把它塞滿 對 給鏡頭看一下 真的很薄 而且 很炫 它的彈性 一種說不出詭異的 神奇 貼開 對 對 好貼喔 好炫喔 美甲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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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測試完我們這三樣貼布啦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回顧 對 其實這個Sup Suck呢 就是 給新手用 所以 是很多人呢 在打公球的時候 會摳球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裝著自己的第一顆球 都會被球給吸住 那時候呢 你可能需要這個東西 可以來幫助你 幫助你的出手 那如果你已經打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呢 這個東西 其實也不能說沒有用 就是它可能可以讓你去 回顧一下 不一樣的出手時間差 對 那第二個呢 就是剛剛分享的這個 MOTHER ATTACK MOTHER ATTACK的話 其實被阿關破梗了 它確實就是一個體育的用品 它不是保力球專用的 而它的作用 也不是用在增加摩擦力 它就是像阿關所講的 它就是在保護我們的手指頭 除了保護關節呢 很多的球友有說 用了這個之後 手部的疲勞度會比較下降 像我們如果打拳拔賽 或是打跟朋友阿 從早打到晚的話 可能就會有需要這種東西 1分15G以上 對對對 那這個是保力球推出的用品 其實這個東西呢 就叫做Bio Skin Pro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 假皮的效果 那其實它不便宜啦 所以看這個造型的時候 我從來也沒有用過 今天第一次 我以為它應該是硬硬的 結果它其實又薄又膚疊 所以它當然在保力球的使用上面 就比較沒有太多的問題 所以它的厚薄度 我覺得是很薄 而且很貼 那年薪也算是蠻好的 那到現在還是這麼膚疊 沒有效果 然後我吃起來 也沒有什麼殘膠 那這個也沒有業配啦 只不過就是 也許你的出爪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詢問一下 就是各球款的球區部 也許他們就可以給你一些 相對的用品 可以去幫助你在脫手 在打球上面有更好的體驗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關於保齡球呢 有任何的建議 或者說任何的感想 也請留言給我們 每一則留言 我們都會看 我們下個禮拜見 掰掰 想跟工的足工們分享 之前我們要開教練課 其實很多人都把我們當笑話 就認為有人要 花錢去學保齡球嗎 對於以前我們在學球的時候 真的是很難去想像 雖然有一些前輩也是有在開課 但是其實那都是注毛的影響 好嗎 那我們現在在推出之後呢 其實蠻多的人真的願意付費 去讓自己的動作更順暢更不會受傷 那其實我自己也花太快 這個時間太多了 那我只給自己一天的時間來交課 那目前已經很好了 那我周遭呢 具有一定的運動基礎水準 然後有保齡球技巧經驗 然後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值得為大家服務的人 那就是我的私立阿寬 所以我剛才想說 邀請阿寬來加入全部的教練團隊 對 如果你這位保齡球想要更精進的話呢 我們有一對一的教學 那我們會提供大家呢 有一次體驗的機會 那這體驗呢是有付費的 因為呢 像我呢 我就是從揚美來台北幫大家上課 看看你的教法是不是能夠跟 學生是有一個兩種不同的 最主要就是 是不是能進步 因為這是我們上教練的最小考考 那當然裡面有很多方案 可以下旬我們滾滾出攻的LINE 對 你們的斑斑LINE 斑斑LINE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一對一課程 我有點害羞 或者是經濟上面有點考量 那我們接下來在禮拜一的晚上 會推出一個團體班的課程 對 那期待你的一起加入 持球 曲球 非碟球 都需要良好的基本功 想學好保齡球嗎 就指明阿寬教練 對 拍完了分享之後呢 後刻邊打 然後邊跟觀眾們分享說 我們做了什麼樣的挑戰 左三肩八 看你的路線 大概現在就是打左三肩八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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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有像 有像 拿太多… 有像在打保齡球 哈哈哈哈 對… 好看 會不會 有像 會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